今天我们来吃紫苏炒土豆 看一下这味道 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我用手来吃一块 真的是太香了 六月的紫苏是最强壮 最嫩的时候 这种时候是最适合吃紫苏的时候 今天下午阳光有一点强烈 燕子都有点卷了 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美味 紫苏是最好种的 我其实只种了一次 因为每年它都会有一些紫掉在地里 第二年它们会自己再长出来 所以紫苏是最好种的 吃紫苏的方法也特别的多 但是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最简单的 紫苏炒土豆 这是我老公喜欢的 像这种紫苏的话 我会把燕子全部摘下来 剩下的杆子我也会留着 过后把它晒干了 我就可以用来炖汤 或者泡茶也可以 这样贴的紫苏真的是太新鲜了 如果你燕子里面也种着紫苏 正好是时间吃的时候 如果你没种的话 这两天也可以到菜市场买一些紫苏 紫苏的用处 我在上两期视频已经分享过了 摘下来的紫苏叶肯定要清洗一下 尽管我并没有打农药 但是它会有些灰尘 或者说会有些虫暖 所以清洗很重要 我一般是用这样子的清水 清洗个两遍 然后沥干 这时候我再来准备几个土豆 根据你家里面有几个人 你就可以准备一些 你觉得够吃的土豆 我是准备了三个 把土豆切成滚刀片 像这样子 之所以想吃这道菜 是因为去年我回国 在一家餐厅吃过土豆炒紫苏 价格贵得不得了 90块钱一份 水没过土豆 开中火煮到水开 这时候我们再来把紫苏 给它切成这样子的条转的 我喜欢看到食物本身的样子 如果你想切细一点也可以 当然你要切更粗一点也行 关于怎么吃紫苏 紫苏的功效和作用 我已经做过两期视频 欢迎您收看 我会把它放在节目的最后 现在我们来摘几个辣椒 我是云南人 比较喜欢吃辣 但是我从来没有种过朝天辣 没想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辣 切几颗大蒜 你看我切什么都切得比较大 因为我喜欢看到食物本身的样子 辣椒也只是切成几段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红色的辣椒 或者干辣椒也行 所有的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之后 我的土豆已经煮了五分钟了 我用筷子插了一下 可以插过 或者说就像这种大块的 不一定插过 但是它基本上已经熟了 把水沥干 让它稍微干一点之后 就可以放在热油里面 油要多放一点 这样子慢慢的揭 因为它是煮过的 所以你不要翻身 翻得太快 就是等它另外一面已经有点净滑了 像这样子的 就可以翻过来 如果你享受其中 你会发现 做饭就像做一个艺术品一样的 需要耐心 也需要享受其中 其实食物就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享受过程做出来的 它会更加的美味 这样子一块一块的翻 翻到原色变成这个样子 两面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了 好香 我现在什么材料都没有放 就是原汁原味的土豆 我已经闻到了 很纯正的香味 找一个容器 给它盛出来 你煎完土豆的锅 里面肯定还会剩下一些油 有的时候你可以洗掉 但是我一般都是不洗的 狗狗已经闻到香味了 我就直接把这个大蒜放进去 煸香 煸到有点变色了 再把辣椒放进去 这是炒铁辣 它不是那么的辣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 炒到辣椒断生之后 就可以把土豆全部倒进来了 随便翻几下之后 加一点盐 再来加一点点胡椒粉 我特别喜欢黑胡椒的味道 最后呢 我们再来加一点点味极鲜 你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生抽 我喜欢味极鲜是它又可以提味 然后呢 又可以加上一点颜色 这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的紫苏倒进去了 感觉我是放了一大半 其实这个紫苏是会缩水的 炒着炒着你就看它没有土豆那么多了 紫苏很容易炒熟 把紫苏放进去炒个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咯 看一下一道香喷喷的紫苏炒土豆就出锅咯 好香啊 看着颜色 环中带粒 美味无敌 看看 很有食欲吧 好香啊 无论做什么菜 只要你用心了 厨房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太下饭 太香了 如果你家也有紫苏 就赶紧动手 坐起来吧 让我们下次再见